嗨 大家好 我是志遠 今天我們要進行一下對決 到底是平價便宜的吹風機好 還是 今天我們要比較的就是 當便宜的吹風機對上貴的吹風機 他們的差別到底在哪裡 因為這個問題真的是 太太太太 大概有1000個人以上問過我 志遠他比較貴到底有比較差嗎 然後有比較有用嗎 就是你知道各種人 都會很想了解這個問題 那今天的話 我們就為大家比較一下 價差大概10倍左右吹風機差別 今天這一支就是我們的 便宜代表 那這一支的話售價是 500塊錢 這次要做對比的是 Solok全新推出的 專業智能溫控吹風機 那這一支售價的話是 6280 如果再挑選吹風機 我想第一眼大家應該會在乎 它的顏值的部分吧 那我們先從包裝來開始看 那這個500元吹風機的包裝紙盒 大家有看到就是有一個女生 非常復古復古復古到不行的髮型 然後上面標榜著台灣製造 那上面的話呢 就把它的功能全部都寫出來 我覺得是一個配色很強烈 然後但是比較稍微普通一點的紙盒 再來大家看到 Solok這一個紙盒的話 它是一個燙銀的鋁盒感 紋理上摸起來都感覺比較不一樣 然後上面寫了非常多英文 如果你不懂英文也沒關係 總之 它看起來真的比較有質感液 那因為這支是銀灰色 所以它的盒子也是整個灰黑的感覺 那再來我們就來看看 吹風機本體的感覺 那500元這支吹風機的話 它是一個黑色 那我看到裡面有一個一般的吹嘴 那它的樣子的話 就是一般塑料感的吹風機 其實我自己覺得這個還蠻常見的 就是一個比較大眾的感覺 很像家裡都會出現的 那它功能的話 這邊就是有熱風跟冷風 然後溫控應該是兩段溫控 接著帶大家來看一下 Solok的這個內裝 它的本體其實就是一個灰黑色吹風機 那你可以看見它的配件就變得比較多 它有一個轟罩兩個吹嘴 那另外一個吹嘴的話 應該是疾風吹嘴 那大家應該可以看得到 這個吹嘴風是比較窄的 應該是吹造型使用 那另外一個的話就是吹乾使用 那它外型的話就會變得比較質感一點點 這個霧面的啞光感 還有這裡有一個電子儀表板 它整個設計的話 細節會變得比較多一點點 而且變得精緻一點 第二個要比較 我想就是風力的吧 因為真的很多人在意 頭髮吹得到底快不快乾 而且髮質好不好 因為髮質真的是太主觀了 你好像摸不到 那我們今天就來測試一下風力 我們第一個上場的 就是這個價值500元的吹風機 那待會我會把風用到最大 那大概手持差不多的距離 然後大家可以觀察一下 我瀏海飛揚的感覺好嗎 就這樣吧 我們就以這個距離為標準 那待會另外一隻 我們也會用這個距離 然後就把風開到最大 剛剛吹500元那一隻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風蠻熱的 所以你知道眼睛超乾 那下一個出場推手 就是這個價值628米的 Solac的吹風機 那我們就是一樣的距離 風開到最大 大概這樣吧 剛剛用這一次的話 我自己感覺風有稍微在大力一點點 那而且大家有看到 它的風口是比較窄的 所以它風度也變得比較 更集中一點點 而且我不知道從畫面 你們聽起來的感覺 有沒有覺得這個馬達聲音 聽起來好像比較科技 比較厲害一點點 而且它的風其實是由小變大 就你知道有點像開車踩油門 然後越來越大 然後它的風其實一開始也是涼風 然後越來越熱 但不知道為什麼 它就是比較沒有那麼燙 如果就驚豔感覺的話 它會變得比較保護頭皮 跟保護靶子多一點點 那這隻價值500元的吹風機 大家可以看得到 後面是比較那種傳統的 那這個的話 如果鐵網掉的話 可能比較容易會吸頭飽 而且清潔會比較不容易一點 那它的風速的話有兩段 第一段是這樣 然後再大風 有吧 有明顯的感受出聲音 然後這個地方的話 它的熱也是有三段 因為它有零 零的話 我覺得它吹出來的話 就是比較溫風 它有零一二 所以它應該是會有三段的溫度 會隨著溫度調強 那這個地方就只有這兩個功能 那這個地方的話 我想主要就是風力跟熱度的設定 那基本上它都是有三段功能的 那風速的話是兩段 再來要比較性能的話 是Solak再次吹風機 那它附的吹嘴其實也都是卡扣的 只是差別在於它多了這個疾風吹嘴 那這個比較窄風的話 大家吹造型的話就會比較方便 那它也多了這個電子儀表板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現在目前使用的功能在哪裡 它的這裡有三個按鍵 如果我們打開之後 我們打開之後 就可以在這個儀表板在上面進行選擇 那它在這個功能選擇上的話 它分滿多類的 它有一個Baby的選擇 它的風溫會控制在39度 就會變得比較沒那麼燙 如果你是吹小朋友的話 小朋友也比較不會燙傷 這裡有一個選項是Care Care的話是護髮用的 它的風溫大概在50度左右 如果你是髮尾比較乾的 你就可以用Care吹你的髮尾 這樣子你的頭髮就會有一定的保濕度 也不會吹到過乾 它第三個功能的話 是Manual手動的部分 它可以自己調節你的風速跟風溫 也就是基本上就是完全可以照著你客製化的方式 按照你的生活習慣或你的喜好調整 然後它在造型的部分 還有多了一個Styling 它風溫的話大概會在75度左右 而且它的風速也不會太大 大家一定要知道 如果你要做造型的話 如果你的風速太大 頭髮會不斷的被打亂 所以在這個Styling功能的話 你就可以配上這些吹嘴的功能 達到髮型很好的造型效果 而且頭髮也不會亂掉 最後一個功能是Fast的束乾 那這個的話風溫會達到90度 而且它會用最大最大 幾乎台風的部分在吹你的頭髮 那這個的話如果你是追求頭髮很快乾 還有如果你想要髮根很蓬鬆冷 真的直接用這個功能 因為它會把你的髮根吹蓬鬆 如果你搭配對著洗髮肩 或搭配好的造型品 一定會讓你的頭皮鬆鬆的 而且又很快就吹乾 加碼講一個性能 但是我先講喔 這真的是貴的吹風機都會有性能 它不是最特別 這個有一個冷風 按了就會是完全吹冷風 那有一些人可能吹完頭髮頭皮 你會覺得悶悶緊緊熱熱 這個時候你可以用冷風掃一下頭皮 會變得比較舒緩一點 冷風還有一個造型上的功能 就是如果你今天是用烘罩 那你可以在烘到乾的時候 再持續的用冷風 這樣子你定型效果 一定會變得再更好一點 至於SOLAK這支重量大概是348克 超輕 這裡有一個反向清潔 就是它的冷風跟控溫的地方 同時按之後它就會轉出風速 清理這裡的頭髮 讓你使用工具的壽命變得更長 而且它有千萬的負離子 而且在這些功能選定的上面 它是有自動鎖定的 所以你要長按它的鎖定才會打開 也就是說你這樣握著的時候 你不會因為握著的關係 就不小心按到了按鍵 因為它有自動鎖定的功能 今天的比較就到這裡了 不知道大家比較喜歡500塊的吹風機 還是那一支6000塊的吹風機 那其實在我們公司跟工作上的使用 很少會用到500塊的吹風機 因為它吹起來的靶子 就是真的還是會有那麼一點點差 那無論從外盒啊 外觀啊 性能啊 功能啊 到它的質感 我相信SOLAK絕對就是全面性的獲勝 應該這麼說 如果它兩支都是500塊 你沒有道理會不選SOLAK的 那這支影片最後 我也要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 就是這一個SOLAK 現在有團購價了 現在售價是5280 就是這個精美的離合 還有它的吹水 還包含它吹風機本體 非常有質感的樣子 那團購網址的話 我會放在我的資訊欄還有我的IG 也會不定期的發售 那大家可以去關注看看 那如果你對這些吹風機 還有任何問題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記得幫我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 期待我跟你們分享更多的工具 我是你的髮型師資源 下支影片見 掰掰